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机会思想司提反的信息 司提反是用生命传讲这篇信息 他讲完这信息就为主殉道了 想到这里 我们要更花时间思想他所分享的 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们分享神为以色列兴起两位领袖 约士和摩西 约士把以色列带到埃及 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 这些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所安排的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神见摩西的工作 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七章35到41节 圣经说 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实子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智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四十年间 行了奇事神迹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智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那时 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祭物献给那像 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 弟兄姐妹 尸体反用 智摩西 智人 智慧摩西 智人 讲论摩西 强调摩西的确是神问以色列人 所预备的好领袖和拯救者 以下让我们从八方面思想 第一 摩西被以色列人弃绝 第二 摩西清除神的呼召 又门神差遣 第三 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 又行了许多神迹 第四 摩西预言主耶稣 第五 摩西上西乃山与神同在 第六 摩西日夜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第七 摩西中心传讲圣言 第八 摩西亲眼见证以色列离弃神 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 摩西被以色列人弃绝 经文说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斯提坊在前面 以叙述了摩西的故事 现在他再次强调 摩西被以色列祖宗所弃绝 斯提坊这样说有三个目的 第一 以色列表面上高举摩西 遵从摩西 其实他们曾经不承证不接纳摩西 第二 斯提坊指出以色列的罪 在于拒绝摩西做他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第三 斯提坊对公会的人说 你们与其没有证据指控我亵渎摩西 不足指控自己 因你们自己使摩西的心破碎 是有证据的 现在我们讲第二方面 摩西清楚神的呼召 又门神拆派 经文说 神却借纳在经济中显现这十指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 这经文有四点值的思想 第一 斯提坊使用转值词却 强调神与以色列的决定作对 以色列拒绝摩西 神却要摩西在以色列执行他的旨意 第二 摩西是神亲自拆派授权的 你问神主和拆派 回答 神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十指的手 借着那天使的手 暗示当时的拆派有一个神圣专重的仪式 第三 神拆派摩西回到以色列当中 不是为了与家人同胞团聚欢序 安详晚年 乃是去工作 去做以色列的首领 做首领意味着明白神的旨意 做智慧的厥斥 用权柄管理 做首领意味着知道目标明确方向 走在百姓的前头 第四 神拆派摩西回以色列当中去 是要做救赎的 就是把以色列从埃及的挟制中拯救出来 把以色列从为奴之生活下拯救出来 使以色列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 一个独立的国家 回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地 在那里敬拜侍奉耶和华神 现在我们讲第三方面 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 又行了许多神迹 经文说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歧视神迹 弟兄姐妹 以上司提法用一句话 概括提及神迹摩西所行的一系列奇事神迹 其数目之多无法计算 例如 神迹摩西在埃及行了十个灾 神迹摩西把以色列领出埃及 神迹摩西使红海的水分开 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 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中 神天天从天降下马拿给他们吃 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 止吸他们的干渴 神在之间用云柱 枝盖他们免受燕日的暴晒 神在夜间用火柱给他们取暖 免受沙漠的寒冷 四十年之久 神使他们衣服和鞋子都没有穿破 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攻击 不致死亡 神与以色列立约 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在天下万民中做神的见证 弟兄姐妹 想一想 神曾经何时使用一个人 向他使用摩西呢 然而 以色列竟然弃绝他 现在我们分享第四方面 摩西预言主耶稣 经文说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以上摩西发出预言 说神要为以色列兴起一位先知像他 以色列人从此以后 一直在等候摩西预言的这位先知出现 即至施洗的约翰来到 人们看见他的能力和影响力 以为他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 就差遣人来问约翰 你就是那位先知吗 约翰回答说 不是 但主耶稣来了 他行神迹奇事 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说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界来的先知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耶稣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今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说 众人当中有许多人听见这话 就说这个人的确是那位先知 彼得在使徒行脏第三章讲道的时候 明明的指出 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 斯提反在这里再一次提起摩西的预言 我要告诉犹太公会的人 耶稣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 你们却拒绝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斯提反说 这就是你们对摩西的尊崇吗 现在我们讲第五方面 摩西上西乃山与神同在 经文说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这里斯提反着重那对摩西说话的天使 圣经学者一致认为 那天使是未曾道成周生之前的耶稣 在旧约圣经里 他一直被称为耶和华的石子 那么耶和华的石子在哪里与摩西说话呢 回答第一 在宽野的会中 就是在会幕里 摩西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进住会幕到耶和华的面前求问 耶和华就指示他当说的话 当做的事 当走的路 第二 耶和华的石子在西乃山上向摩西说话 出埃及记多次记载 摩西上西乃山接受神的律力 点赞诫命 感谢主 摩西是一位常与主同在的人 他在山顶与主同在 在宽野的会幕与主同在 现在我们讲第六方面 摩西志业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经文说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斯提凡在这里强调 摩西不但与神同在 也与百姓同在 西波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他是一位好领袖 一位好牧人 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是一位忠心的带导旨 现在我们分享第七方面 摩西中心传讲圣言 经文说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这经文有四点值得思想 第一 神的话称为圣言 因神是绝对的正确的 是没有丝毫错误的 是永不改变的 是最高的权威 第二 神的话是活泼的 这叫我们想起 西波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话 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阵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赤柱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变明 第三 墨西领受神的话 他的领受是直接的 他与神面对面谈心 第四 墨西将神的话忠心地传给百姓 使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这是神将丰盛的话语 托付给他的原因 第八方面 墨西亲眼见着以色列离弃神 经文说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 那个墨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积物献给那项 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告诉我们 墨西当时上西乃山 接受神的诫命 百姓在山下等候 到了第三十八天 百姓变得很不耐烦 就来对亚伦说 墨西现在如何 我们不知道 他会不会在山上饿死了呢 或者他从悬崖上掉到山谷里 粉身碎骨了呢 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现在你要为我们制造一个神像 好使我们敬拜他 亚伦说 你们将金子拿给我 百姓就将金子给他 亚伦就叫人将金子造成一只金牛犊 亚伦指着金牛犊 对以色列人说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 明天你们要向这牛犊献祭下拜 并且要吃喝跳舞庆祝 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 就对墨西说 你下山去吧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 他们已经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他们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 并且向那牛犊下拜 弟兄姐妹 以上斯提法指正以色列人 如何对待这位拯救他们的神 当他们转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的时候 他们就是单面弃绝耶和华 不再相信耶和华 不再依靠耶和华 不再以耶和华为神 然而他们却扭掌事实 讲瞎话说 他们拜偶像就是在敬拜耶和华 这是宇宙都承担不起的荒谬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The Lord's my shepherd I'll not want He makes me down to lie In pastures green He leadeth me The quiet waters by My soul he doth restore again And me to walk Doth make Withi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In for his own name's sake Yea though I walk Through death's dark veil Yet will I fear no will For thou art with me And thy rod and staff Me comfort still Goodness and mercy All my life Shall surely follow me And in God's house Forevermore My dwelling place Shall be For thou art with me